各位麥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說一下賽後花生,馬場經常輪流轉贏馬 有些人吃一下頭胃,有些人吃一下刺胃,有些人吃一下尾胃 昨天的賽事都是羅富泉、容天鵬,這些師兄弟的成績都不錯 現在冠軍的煉馬斯帶領的,變成了昨天兩場的方家拍已經是領先了 不過Layman做這個賽後除了說路線問題,跟大家搞清局勢之外 另外也聽聽有沒有馬有些跟進價值,因為馬跟不跟進是直接影響自己的荷包 至於有些馬跑出來沒有水準的,或者有些什麼意外而跑不到進來的 好像今天有隻大熱門的陽明冠雀 原來就說在入閘之前已經檢驗到口裡有整嘴血了 不過我們的獸醫認為整嘴血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不流血就不正常,流血正常就可以去跑 怎知道跑得很差回來 今天Layman如果各位想聽賽後的重點報告,支持一下這個節目 因為可以找到很多這些馬,為何交不到成績呢 究竟馬會是否需要檢討一下現行的制度呢 因為這次進閘之前,陽明冠雀驗到口裡有血 賽後就更加驗到出血 Layman真是很奇怪,現在你找耶穌也檢驗不到 究竟賽前已經是嘴有血了,是裡面裡面有血了 還是跑完才裡面有血呢 今天這隻馬跑得那麼差,輸了馬就不是那麼多錢 Layman沒有出心水片的 不過我又投注這隻馬,買了幾十元 即是買Q,但跑不到進來 我沒有出心水片的,但其實是一隻大熱門的馬 究竟大熱門的馬是否因為牽涉這麼多頭鑄額 你這隻馬如果陣上發揮不到機會 若然是你因為嘴有不舒服 好像我們吃東西那樣,是不是 自己的舌頭,生了一顆瘡仔 自己跑下去吃東西的時候都覺得不舒服 那不是還有心機跑的嗎 跑不到水長出來,現在又說檢驗裡面有血了 那買了你的馬迷呢 那馬是不是只是被獸醫害了呢 可以這麼說吧 那獸醫一個這樣的決定 就把這個馬場裡面 一隻大熱門牽涉這麼多頭鑄額的馬呢 機會就削弱了 那些錢現在就不知派了去哪些呢 就佔了優勢的馬那裏 那各位自己買了這些馬的馬迷呢 那就麻煩你獸醫了 對了 Layman就有那句說那句 希望各位呢 想Layman繼續發聲的呢 去支持一下賽後重點這個節目 那講到有些什麼呢 值得跟進 那些季初呢 那些包蜜包蜜 Layman經常說 即是包頭系來的 輸到大家都經常包頭 那今天呢 就終於在何宅堯手上 就贏了一隻包裝太保 我記得好像是 那今天呢 終於那隻包裝大獎 其實之前都包了幾架頭的了 第一劑楊明倫不斷塞車就跑過披 第二劑潘頓就直接塞車就沒有騎過 上一劑又片來片去 即是連續三劑都是包包的頭 不過今天呢 就終於呢 就真情呢 就可以贏到馬了 那馬主也有些話說的 這一隻包裝大獎 其實Layman有時候和大家吃一些花生片 希斯之前打過一隻叫做 打咪 講那隻街運財 第一次由1200上1400 希斯都很老實地和大家說 他自己覺得這隻街運財 是一隻1600馬來的 所以他覺得上1400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啦 那隻街運財 在1400米就交到好成績 更加是五出五折 這一隻包裝大獎 今天都有個真情 撿外檔啦 其實希斯之前也有接受過 波咪 Layman也和大家報道過 希斯就說 這隻都是屬於一隻 可能是1600的馬來的 他覺得是1600才適合他的 所以這次由1200上1400 只會更加適合發揮 他說只不過是因為現在年輕 所以就讓他在1200先跑著 再加上連番都失運 他說唯一就是怕今天這個檔比較差 但是這隻包裝大獎 今次換了一個配備 1200上1400 果然也是如希斯所說 終於嘉程就贏了馬 馬主也有些話說 因為葉馬有沒有跟進價值 對大家都很有切身的利益 關乎你的荷包有多少銀的問題 馬主又說 他說這隻包裝大獎 今次真情跑千四 是合了他河車 他說父系和母系結合來說 都應該是偏長的 他說過往經常跑千二 經常都不知道 為何無厘頭被人捧到變了熱門 他說馬主經常都見到自己的包裝大獎 經常都這麼熱 他都嚇倒了 為何馬迷會捧到他變了大熱門 他說連馬主自己本人都覺得 包裝大獎屢次成為大熱 他都覺得很詫異 他說今次真情跑千四 他說就是包裝大獎 需要跑這些路程 他說再加上之後 可能會去跑千六 即是1650快活谷 他說甚麼路程他都會再試 他再結合這隻包裝大獎 他說其實現在情緒都未是很穩定 再加上現在的鬼死天氣熱 所以他可能會偷數 下季才會出賽 各位如果想追他 都要留下季 他說今次贏到馬可以交了代 他都很滿意 他說其實想一下 今場馬的源頭走勢 他都覺得包裝大獎 今場都很搶口 他說幸好安上那個 就是我們贏馬 就贏得很精彩 因為反支的時候 亦都有另一番精彩的潘頓 他說潘頓的薑城 又夠好 時快時慢時密時疏的車輪邊 亦都很好 他說潘七先生 就可以好好搞住 這一隻包裝大獎的薑口 他說很可惜 不過這隻馬 贏完馬之後 就發現了流鼻血了 看看下季這隻馬 又會怎樣 包裝大獎馬主 就是這樣說的 昨天在這文事前Live 的會員版 或者在這文事前Live 都跟大家說 蘇寶羅那隻喜氣綿綿 這隻馬好像三次跟那隻黃龍福將 黃龍大...黃龍... 黃龍... 黃龍... 這次呢 這次呢 雷文都興讀這個報名玄機的時候 都在雷文事前Live 跟大家說 為什麼上次那隻跑泥地 很好的雷町戰區 就對上那天跑快活谷 就不過來跑這次的泥地 四班1650 原來這隻喜氣綿綿 蘇寶羅打算用盡他 賽前再去做多貨泥閘 雷文都跟大家看過那貨泥閘 最後一隻喜氣綿綿就贏了馬 而跟他一起試泥閘的愛馬劍 很可惜就被那隻家財頂住 又串不到Q 但是都吃回位置Q 其實有時候練馬師的部署 大家都要細心研究一下 為什麼泥地 也在四班原班跑得好的 突然跑谷草 反而將這隻五班升四班的喜氣綿綿 轉來跑泥地四班1650 而叫那隻雷霆戰區讓路 今天莫雷拉騎這隻喜氣綿綿 今天有很多外蕩馬 其實那些賠率都很熱 好像那隻叫福星高照 和這隻黃龍大將都是外蕩馬 但是賠率都熱到辣手 所以其實有時候外蕩馬 看到賠率這麼熱的時候 好像馬迷就害怕 但是幕後人士就不太害怕 總之就彈開了其他對手 五班上四班都贏馬 至於跟他一齊整天串Q那隻黃龍司令 今天在五班什麼輕磅 仍然都可以產到進來一直很近的位置 所以有時候賽積水準 各位都要去量一量 和練馬斯的部署 有時候都可以細心研究一下 既然聽開這隻流了鼻血的包裝大獎 那就不用包頭了 總之今天就可以把銀子打包 雖然說流了鼻血 不如聽完馬主說之後 不如聽聽希斯說 因為希斯這次有增情 事前又很老實地和大家打咪 說這隻包裝大獎 適合跑長一點的路程 結果在潘七先生之下就贏了馬 反而潘七先生贏馬的時候 那隻二進莫雷拉就不知道在騎什麼 各位如果有看到的 買了二進的話 我相信都是抹大口 然後心就是這樣說粗口 這次希斯幫這隻包裝大獎 除了頭罩 最後就贏了馬 不如聽希斯練馬斯怎麼說 希斯說包裝大獎最佳的路程 就是1600米 事前打咪他說1600米 贏完馬之後他也說1600 各位下季如果看到他流了鼻血 覺得要跟進 見到他跑1600 各位都知道怎麼說 要怎麼做 他說這隻馬早段都有搶口 希斯也有擔心 他說馬一搶口 早段就會浪費他大量的氣力 不過幸好潘七先生的發揮之下 再加上我們莫雷拉騎著一隻二進在單擋 手在抽筋 這隻包裝大獎就贏了馬 打開了勝利之門 多謝莫雷拉二進 他說這樣就反映到這隻二進 是有一隻有級數的馬 他說這隻包裝大獎 贏完馬就會下季 才會再出賽 希斯我記得連續打過兩三次咪 都挺老實的 看看再之後的打咪 是不是可以一直都是這麼老實下去 經過我們練馬師悉心的部署 雷霆戰區黎地 連番找大師傅博薩都失守 今天竟然將一隻五勝四的喜氣綿綿 布尼黎地 蘇寶羅這個部署 將雷霆戰區讓路認真夠絕 再加上賽前還弄他一貨集 那雷霆戰區和大家看過那一貨集 蘇寶羅今天都很風鬆 打咪 今天雷霆戰區和大家拆過六局數 那一隻關乎 希斯的幸運有理馬 其實一系列的馬 多數都有些馬放在蘇寶羅馬房 之前的方家拍馬房 那些幸運系的馬 所以就跟大家講 如果當日 例如你說 希斯有馬贏 蘇寶羅有馬贏 那隻希斯的幸運 人運有你今天初出,怎麽都要拖回他 有過關票之下,剛剛頂住了潘頓的勝利才子 為什麽會頂得住勝利才子呢? 我認為潘頓應該是一個最大功勞 因為潘頓今天也幫希斯贏了包裝大獎 各位自己想吧 蘇寶羅的部署既然這麼巧妙 玩報名玄機 蘇寶羅說 喜氣綿綿十天之前試過貨集 撻回來走小鬼死那麼矚目 狀態根本已經有水準 再加上莫雷拉今場 一出閘大外檔 撿到馬的頭都折一折 進去內蘭那裏 再加上轉圈的位置 就好像下了機油般滑滑滑滑滑上來 他說莫雷拉今場的發揮 認真是一流 看看一些飛數 這樣的檔位 勝上一班 對著不同的對手 都熱到勒手 臨場打些飛下去 還要硬正到穩 連雷霆戰區都要讓路 他說莫雷拉可以克服到 這隻十四檔問題的氣氣綿綿 是值得一讚的 這隻贏馬當然是值得一讚 但是有幾隻馬 阿拉肅騎發 如果有聽過這文事前Live 這文事前差不多每次都有指點 他有什麼馬跑得 真的令人作嘔 他說這隻馬 其實喜氣綿綿 好喜歡跑泥地 又懂得放鬆去跑 他說其實就好像 他那隻泥地低班怪傑 那隻叫撿到笑的影子 撿到笑上季 他也跟喜氣綿綿一樣 在一季裡 就是在低班贏了四場泥地 喜氣綿綿跑完今仗 如果想追起的 又是要等到下季 他說 阿蘇寶羅說 喜氣綿綿 這次真的夠了喜氣綿綿 要留下季才會再出賽 我相信今天最威水那個 除了現在再奪練馬斯 龍虎榜第一名的方家柏 好像江湖大哥 有些要威的 有些要利益 你威就你威 有條線路今天吃到飽飽 如果不是凌駕 被一抱中環剁掉 我相信這條線路 又是好像對上幾天 今天濃到這一圍 吃飯 真的肥到蜜都穿不下 但是將招牌散到立立令 當然是這隻曾經在馬場 牽起很多風風雨雨 馬主在賀妍那裏輸到眼淡淡 臉都黑了 接受打咪的時候 就說香港的練馬斯太少 我才放一隻連連歡樂 放在賀妍那裏 最後就拉倉走人 誰知去到高東尼馬房 其實連出兩次都只是近 今天連連歡樂 最後就贏到馬回來 馬主的臉 昨天從那次看見他打咪 就黑過鑊底泥 但是今天看見 戴著戴著口罩 都看到紅粉飛飛 相信中得都挺應酷 究竟為什麼中得這麼應酷 不如聽聽馬主怎麼說 馬主說 高東尼一早跟我們整班團體的人士說 他說連連歡樂 其實是一隻質素十分之好的賽區 只不過是因為有些腳傷的問題 今天高東尼拍心口跟馬主說 他說只要今場隻馬隻腳不痛 就可以贏馬 難怪馬主今天臉沒有鑊撈一樣 有紅粉飛飛的情況 因為原來高東尼就說 腳不痛就可以贏馬 今天高東尼 另一隻愛馬劍 曾經跟喜氣綿綿去試一貨集 也是轉倉馬 也是交到水準 所以如果不是遇到那隻有班底的存在 以及這一隻什麼輕榜 再加上真是今季大熟大用的喜氣綿綿 這文都跟大家在這文事前Live說過那隻鬼鼓 上次這隻愛馬劍 為什麼突然間不能放在前面呢 因為一出閘的時候 這隻馬不知為什麼 頭部就好像被薑誠刺到頭部 一搓就留了後跑 今天走去撻貨集 然後又剷進來 高東尼呢 其實今天很多馬都是全線出擊的 不過呢 博下去也是相差一點點 愛馬劍 也是一隻轉倉馬 輸了在強手 如果不是配合這隻年年歡樂呢 還有那隻叫美麗 不記得叫美麗什麼呢 很久都放不了頭 今天突然間我們高東尼哥哥的那隻美麗 又放回頭了 你說神不神奇啊 拜拜